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国光贺运国7日召开劳资会议会中提议修改驾驶员行车事故损害赔偿要点 未来国光贺运若在行驶途中发生追撞事故 就要驾驶员全额自费损害赔偿 消息一出 已经国光的运将扬言下月将爆发离职潮 根据TVBS报导 国光贺运驾驶员行车事故损害赔偿要点中 原本规范一年内驾驶员若发生有责肇事事故 第一次要负责保险理赔之外的30%赔偿 第二次则为负责60% 第三次才是全额自费 但新条文规定 只要警方裁决驾驶有咒事责任 驾驶就必须负责全部的损害赔偿 报导引述国道公路总局数据资料指出 国光贺运于105年发生两起事故 104、103年各有一起事故 当中有三起为追撞事故 国光驾驶员对此大感不满 他们认为车头回损的维修费用就将近百万 若要驾驶员全额负担 那我们的保费是干什么去的 扬言12月恐有一波离职潮 我们先结束下集 될 别忘了 technologi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